你认识她吗 她们一定会长大 但是她们不一定要学会吸引 你总在找一个重要的理由 才能下定决心戒严 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岩 嗓音沙哑有词性 这是一般大众对孙叔叔的印象 笑容可举 总是亲切和蔼散发正能量 但反焉大使 其实焉抽了37年 心里抽烟 戏外烟瘾更大 导演于堪评回忆 孙岳曾经一天抽掉两包烟 是不折不扣的老烟枪 年轻时的孙岳 眼睛细长 眉毛浓又黑 受陷于外形 早年几乎都誓言反派 一双儿女因为老爸的 坏人角色太鲜明 出了家门都不敢相认 我爸那是形象不好吗 他也有坏人 所以我真的是很怕到学校 如果人家看了那个坏人的女儿 然后以为我也是坏人 因为小孩子不懂 爱女心切 还是一大早开着车 送孩子上课 我就开车去 大概离那个杜华 还有两条路 还有一段路 他就跟我讲 爸爸你把头低下来 说要怎么开头 好 到这儿停了 离那个学校还有一段车 你不许抬头 然后他开着门 就啪 一流眼就跑出去了 那你还没有讲你是怎么穿的 你还要戴帽子 还要穿风衣 穿风衣 女儿怕同学认出爸爸 就连儿子都装作不认识 我们去吃早餐 然后人家就好奇的人 想说我跟我哥哥两个 跟爸爸在一起 就说小朋友 请问孙悦是你们什么人 就我哥哥打说 我不认识 然后我比较好心 邻居 他是我叔叔 这份无力感让孙悦希望 可以扮演自己人生的编剧 他改变演绎路线 我的努力都是爱 我的努力都是爱 我的胃口最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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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大反配出道 又成功转型 人气谐心 台上越开心 台下越空虚 卸下欢乐的面具 孙悦内心并不快乐 1983年 他决定出发太北 参加公益活动 当我在那里服务了一个多年之后 我看见了有一个孩子死在我们的面前 别让我心里再想着 过去的孙悦是一个为自己努力的人 我好像是成功 但是我很空虚 当我看见了在自己活着的同时 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同胞 我愿意学习付出 因此我宣布我在金马奖第二次得奖的机会里 我说我要以后每年用八个月做公益的推动 用四个月拍电影 一趟公益之旅 感受到生命的重量 回台后 孙悦把多年的烟戒了 1989年 他开了一场名为 只见公益 不见孙悦的记者会 宣布退出演艺圈 只做艺术演出 从此只见公益 不见孙悦 推广戒烟 呼吁捐血和器官捐赠 尽管戒烟三十多年 仍罹患肺腺癌和心脏病 以自身经验做例子 就像传播福音 反复不嫌累 孙悦抽了三十多年的烟 也宣导了三十多年反烟 得这个奖 是给我们鼓励 给我们年轻的演艺人员鼓励 鼓励他们 除了自己赚钱 知名度高之外 也能够投身在公益 谢谢 走过大红大紫的心图 孙悦扮演让人恨到 咬牙切实的反派 也是带来笑声的逗趣角色 更是传播善念的公益大使 孙悦接受杂志访问时曾说 他的互伴场宛如唱着人生的副歌 更加轻快昂扬